恩典三六五 有一首很老的诗歌说 主啊我来救你 那个救的意思是跟随 我来跟随你 当你在哪里 我去跟你就有祝福了 但是我怎么知道你在哪里 我好喜欢一节经文说 谁敬畏耶和华 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 神是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 好像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 他们面对前面那些迦南的七族 他们有很多的七上八下 但是当他们有一个敬畏神 顺服在神面前的时候 神就指示他们 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听清楚 神对我们的指示呢 昨天和你分享 外面的声音要安静下来 而外面很多的声音 基本上是因为我到处去问 当你不那么打算从人那里听到声音 而愿意专心听主的声音的时候 外面的声音就会安静下来 别人为什么很愿意给我意见 因为我很想问 我很喜欢问 我到处问 但是容许我对你说 真的 你问的越多 越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所有人都爱你 所有人都为你好 所有人所提出来的意见 都是他觉得最好的意见 到后来你怎么办 因为他们的意见并不统一 就算他们的意见都统一 其实你也没有把握 那就是神要你做的事 所以让外面的声音安静下来 第二部分呢 是让里面的声音安静下来 什么是里面的声音 是我的主见 是我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主见 外面的意见 里面的主见都需要安静下来 如果我已经打定了 我就是要离婚 那么你去寻求神的意见干什么 我们要的不是神 那你说我可不可以离婚 我们要的是 主啊 我这样子支票已经开好 我要离婚 请你背书 真的很多时候 我们听不清楚神的声音 因为我们要的不是神的 神的旨意 我们要的是神的背书 我决定 我决定要换工作 我决定要移民了 我决定了要换教会了 我决定了这件事情 就是要这样做了 我已经决定了 但是主 我需要你祝福 请你背书一下 上帝 永远不为我的决定背书 上帝 只为他自己的旨意背书 弟兄姊妹 我再说一遍 神不会为人的决定背书 神为他的旨意 做最完全的 负那个责任 求主恩待我们 里面的声音安静下来 如果我里面已经有一个主见 我就是要这样 你就听不见神的声音了 如果你都已经打算是这样 你问我干什么 神不就是这样说吗 你根本已经决定了 你问我干什么 神不回答 因为他知道 我已经决定了 放下我的定见 你就听得见神的旨意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们真的很需要放下 我们里面的那个 我已经决定 主啊 求你自己恩待我们 放下我们的定见 好像约束亚一样 主说脱鞋 他就脱下鞋来 他俯伏在神的面前说 请你吩咐 主啊 给我们一个像约束亚这样的心说 脱下我的鞋子 放下我的坚持说 主求你吩咐 愿你向我们先说话 当我们放下自己的定见 让我们听得见 你向我们的心说话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祝福你 靠着神的恩典 放下自己的坚持 听见神的声音 祝福你 祝福你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